哈囉大家好,我是溫胖胖 SIE在稍早的線上發表會中 除了公開一系列的遊戲陣容之外 活動的壓軸更是無預警公開了PS5 也就是PS5的主機外型以及全系列的配件 這次的PS5將有兩款機型 分別是帶光碟機的標準版 以及沒有光碟機的純數位版本 兩者在下半部的厚度方面會有一些差異 機身採用的是黑白雙色的設計 線條上充滿了流線感 頂部會透出藍光 呼應在之前已經公布的無線控制器DualSense的風格 從影片上也可以看到這次PS5的主要陳列方式 應該是採直立式的放置方式 但是它還是可以橫放的 無論是直立或是橫放 都需要搭配它的黑色底座 而為了應付散熱的問題 機身也強調大範圍的散熱孔 它把散熱孔設計在黑白兩色的夾縫中 幾乎是圍繞了一整圈的機身 可以想見PS5在運行中的發熱量應該是蠻可觀的 機身的側面可以看到USB-A以及USB-C的連接埠 至於在性能方面這次基本上沒有什麼新公布 包括採用了高畫質的藍光光碟 有更快的運算能力 更高速的硬碟速度 以及更全面的體感回饋等等 除了主機本體的外型之外 PS5的多款原廠配件也同步亮相 除了之前已經發表過的DualSense無線控制器之外 還有專為DualSense控制器設計的充電底座 一次可以充兩支控制器 另外還有視訊鏡頭HD Camera 以及立體聲無線耳機 全部也都換上了PS5的全新設計語言 最後還有針對多媒體設計的遙控器 Media Remote 至於上市時間和售價的部分還要等之後才會再公開 那根據目前的消息指出呢 PS5會在2020年內上市 價格部分則有傳聞指出會比PS4貴上不少 那至於確切的消息呢 就等後續由原廠公布囉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款PS5造型如何呢?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討論喔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也歡迎幫忙按讚、訂閱、分享以及開啟小鈴鐺 我是胖胖胖,我們下次見,掰掰